这期视频我们来到云南的丽江 来试驾比亚迪的汉坛送L85 同志N7还有仰望的U8 那这一堆的比亚迪车型 他们都有搭载同一样的东西 就是比亚迪的云脸智能车身控制系统 那云脸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不云脸是什么概念呢 那如果要讲的话 可能要重新再开一节物理的讲科才能讲得完 那在这个视频里面呢 我简单给大家去概括一下 云脸车身智能控制系统呢 其实它分两个它的部分 一个就是由车身的悬架的结构去构成 另外一个就是它有一个叫育苗的智能的控制系统 这两个东西 那根据这两个东西的规格不一样呢 分别有云脸C 云脸C就是用一个电池的悬架 那云脸P呢 它是用一个智能的液压的一个悬架 云脸A呢 就是一个空气的悬架 那其实大家会说 空气悬架也好 电子悬架也好 其实这个很多洋油车都会有的了 那这套系统它的 或者说厂家对这套系统它的核心的竞争力呢 就在于 羽苗的这个智能的控制系统上面 羽苗的U8它打架的是云脸P的这个智能的车身控制系统 它这个悬挂用的是液压的悬压 再加上的是用一个智能的模块去调节它这个功能 它最大的亮点就在于普通的那个车辆可能呢 它比较少的那种传感器啊 但是这个超系统呢 它最多有57个这样的感知元件 包括头顶上面的激光雷达 还有车身周围的摄像头 除了这些东西之外 还有车身的车轮的转速啊 包括我这个方向盘的打的角度啊 油门刹车 车身的所有的这些传感加在一起呢 它接收到这些信息之后呢 它就主动的去控制这个阻尼 它这个悬架的阻尼形成 还有它的一些调节的车身的高度 那说这么多其实都是 这个字面上面的数据上面 账面上面说的 那真实体验下来呢 我们这条路呢 不算是比较极限的越野 顶多就是一些非铺装路面 然后呢 路面上面好多这种坑坑洼洼 包括很多沙石路面的 还有比较多的颠簸 从前头的车面能够看得到 其实它的颠簸还是比较多的 感知到前面那台车 它的轮胎 它的这个悬挂形成很高效的 在动作这样 它时刻的会 所以首先的考虑是保持整个车身的一个平稳 然后呢 它是通过悬架去调节 让那个轮胎非常的快速的这样向上的 上下的这样运动 达到一个比较平稳的一个车身的姿态 除了在非铺装路面上面 它的这种悬架调节的能力之外 它还额外的附带了一些非常好的功能 比如说它的悬架呢 可以最低降到非常的低 就是可以方便的过一些 地下停车库的一些位置 然后呢 高也是可以调得非常的高 大家在视频上面也能看得到 所以这台车它的整一个的这种 智能车身的控制系统呢 它通过一些感知的元件 很快速的就能够达到调节这个车身 悬架的一个阻尼 一个高度 一个舒适性的这么一个功能 在传统的洋油车时代 哪怕你有空气水冷卦的轿车里 在一些激烈驾驶的山路的情况之下 还是有非常明显的侧情 但是在智能化这个时代 哇就不一样了 因为有了智能化的这个帮助啊 通常我们比如说过一些 很前面很激烈的一个右弯的时候 通常的普通的车 它过弯是这样子去过的 但是这台车它可以做到很平稳的 这样水平的这样去过 因为就是它可以控制 四个不同的空气水冷卦 它的形成它的压缩 能够达到这台车一个水平的过弯 哇这种感觉就是 你坐在这个车上面呢 你能感觉到这台车很平稳 很有安全感 再加上因为本身这套系统呢 它不是独立的存在的 它还是要为这台车去服务的 电动车的时代 它的动力的输出非常的直接 再加上这台是后驱的 如果四驱的话 可能感觉那个开起来更有乐趣 整台车结合在所有的东西加起来 哇这台车在山路上面开就非常的 又有安全感 然后呢又有非常的随心所欲的动力体验 作为最入门的云脸系统啊 云脸系呢 其实是采用了电池的悬架系统 最早的已经有 汗糖都已经有了 然后最新的就是送奥这台车 电池悬挂系统其实不是一些很新鲜的东西 它已经以前都有了 但是比亚迪增加了一个智能的东西 让它很快速的这种调节 适应路面的一些行驶状况 让整台车开起来是很舒服 综合上来呢 还有一个云脸X就是呢 仰望的U9的跑车 我们现场就没有体验到 但是既然通过这个云脸A 云脸C云脸P这些车型的体验 你能发现比亚迪的技术真的很厉害 那除了我们经常提到的 像DMI的这些捆动系统 有了这套东西之后 让比亚迪的车其实开起来 用起来是更加的舒服的 所以如果大家 下次去比亚迪的展厅看的话 一定要去试驾一下 有云脸技术的 跟没有云脸技术的车型的差别 你会发现比亚迪原来在底盘的 舒适的一些动态范围上面呢 也有自己的非常厉害的见解 感谢观看